對啦 我衛星接近太空站 我沒有反駁 但是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好像是 在台灣選舉是打烏賊戰 我們來看到 《華盛頓郵報》 還有包括還有其他媒體講說 對啦 是有這件事情 但是中國的太空垃圾 也給美國還有其他國家帶來的麻煩 上個月 國際空間站進行了機動的閃避 以避免與中國14年前摧毀的 衛星碎片發生碰撞 意思就是說 對啦 新電可能接近你的太空站 可是你們的衛星的碎片 也差點讓我們的國際的太空站 也產生了危險 結果這個大陸的外交發言人 趙立堅他怎麼講 他說根據1967年的外空條約 各國因為剛剛賴教授所講的 為其國內私人公司 一切的外空活動承擔責任 那有關的評論 淡化了中國空間站 跟太空人安全受到威脅的事實 然後渲染所謂的 中國空間碎片威脅 這完全是偷換概念倒打一耙 所以我請教一下楊老師 這個的確這個 我看到這個趙立堅非常非常氣憤 就是說你這個造成我們的危害 然後現在反過來說 是我們先加害的 所以他非常不高興 而且還提到 你還敢講這個什麼外空條約 這個是美國先違反的 兩個層面 第一個 華盛頓郵報這篇文章我覺得就不應該了 這個很清楚是美國國防部可能故意 就是釋放一些訊息 以及要他在媒體上面呈現這樣一個報導來去 就是叫做偷換概念 也就是要把這個議題給帶過去 也就是說其實你是50步笑百步了 類似像這樣意思 但是這個不一樣這不一樣 因為華盛頓郵報就顯現出 他自己能不能夠有這個能力去檢視 我們一般來看就知道這個差很多嘛對不對 一個是在講針對太空站 你不要忘記上面還有 現在正在有三位太空人 然後呢 兩次的這種接近 你可以了解到 如果不是有怎麼樣嚴重的問題的話 中國大陸會跑到聯合國去做批評嗎 這個動作不是一般的動作唷 華盛頓郵報為什麼不去了解去探求說 到底它產生可能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以及你被國防部五角大廈告知的這個訊息 能夠跟這個事件去相比嗎 這個第一個不只是橘子跟蘋果的問題 這根本是14年前可能 也許就算是真的話 14年前的這種就是說 極弱的然後呢化為碎片的 這個各國的衛星都有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很多國家衛星根本就是沒有化為碎片 因為就不理它了 報就這個報銷就報銷 讓它就成為太空垃圾了 比較負責任做法還是會發射飛彈 把它打成碎片 因為那個碎片不管是大小 也許只有在爆這個極弱的那一剎那 可能會有它一個擴散的效應 但是之後它那種越來越小在太空中的消耗 其實是比較正確的方式 日本用捕捉的 對 那所以呢 這就是說你這個報道來去不只是橘子 蘋果 甚至你完全不成比例 這是華盛頓的報不應該的 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兩大新聞的話 很清楚是美國國防部未給它的一個新聞 那它新聞處理上這個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在特別就是在這個議題上 講到外太空條約 因為到底在外太空當中現在民間活動的範疇 算不算國家政府的責任所及的這個領域 因為現在沒有多少國家能夠讓民間的 就是說這個太空公司或者是說任何衛星的公司 能夠發射衛星 然後呢製造這樣子的就是像馬斯克這樣子的 這個作為SpaceX或者是Virgin 那美國是不是有一點也在偷換概念 本來應該是政府在做的 但是呢它偷換概念讓民間去做 一方面可能是容易募資 容易取得就是說科技 軍民兩用的科技在轉換上也比較容易 法規的限制上也比較小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能是在因應整個國際太空的競爭當中 民間這有一點進入到一種灰色地帶 因為它所外在外顯所呈現的好像 大部分都跟軍事無關 可是呢事實上又充滿了軍民兩用的科技跟操作 因此呢這個時候相關的法律跟國家之間在外空的這種 自我設限或者是相互的這個責任的問題 就變得很模糊很複雜了 是這個剛剛我們在講說趙立堅覺得 你這時候在講說什麼中國發射飛彈打碎了衛星 才造成了我們空間戰的危害 這個是叫做偷換概念倒打一耙 那我們就根據所作所為來看一下 這個外層空間條約 就是剛剛我們講太空條約太空法 這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號 大多數國家那時候都簽了 那主要的規則就是太空中的非軍事化 還有大家互相的團結協作等等 但是呢也有人認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白宮簽署了新的權力授權法 建立了太空軍就變成了名存十亡了 因為包括現在俄羅斯法國還有其他 包括日本在這個整個自衛隊底下 都建造所謂的宇宙防衛隊等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反衛星武器 就是剛才講的說什麼發射飛彈 去打衛星這件事情 太空條約是沒有納入約束的 但是呢也有人在講說 可是美國你的反衛星的事業 是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了 最近一次你是二零零八年 你是先做的 而且那時候也是擊落一個報廢的衛星 而且人家當時就質疑了 而且還不是國外媒體 就包括美國媒體都質疑說 會不會就造成了太空軍備競賽 我不知道羅斯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中方就覺得說 我是受害者 然後你居然指責說 是我自己先打了飛彈 然後造成了太空碎片 可是也有人搬出了這一些 歷史來講說 你美國尤其是說川普 你才是不管這個太空條約的人 我相信美國人會支持美國 對國防該做的就會做的 這個也是一個政府的責任 不管是美國或中國 但是有簽約 難道只有美國是這樣做嗎 當然不是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會話 或者這些新聞表題 我只有看到 不管是美國或中國 其他的國家都是互相嘛 那當然是沒有對太空 這個競爭有一個共識 所以這個競爭會繼續下去 但是大家都責怪美國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 因為是大國家 大國的競爭 因為他們都在做 不管是中國 美國 日本都在做 為什麼只要責怪美國 他們會說是 可是是美國先毀約 我們才要被迫跟上去說 跟你做競爭 這個我覺得沒有按照事實 就是一個指控 因為大家指控美國 也是很容易 他說美國的做都是很容易 但是只要在太空有動作 不管是什麼樣的危險等等 那過不久之後 不管是10年 20年 30年 那就會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太空爛機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描述美國說都是美國的做 真的是不合理 但是這個像美國最近的 太空旗幟的模擬演習 他也說現在我的假想碟 就是俄羅斯跟中國 他也在做這個演練 說我要如何說電腦來類比 美國的導彈跟蹤衛星 遭到擊落衛星干擾 還有其他電子戰 他就說又把這個 中國跟俄國列為假想敵 到底是說 我需要在我的太空裡面 保持絕對的優勢 還是說他真的認為 中國俄國在威脅他 當然會覺得在威脅 我相信俄羅斯也覺得 美國或中國在威脅俄羅斯 中國可能也是覺得 美國跟俄羅斯在威脅中國 就是大國精壯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直責怪美國 說美國不應該這樣做 這個不符合事實 美國的國防該做的就會做的 這個我們怎麼可能會決定意外 賴教授覺得呢 就是說這個該做的就做嘛 你們大國也都在做 為什麼都只怪美國 中國的太空站剛打上去 然後在太空在那個地方去工作 在運行 美國兩次的衛星去靠近這個太空站 會撞到這個太空站 造成太空人的生命的安全 這樣的行為對還是不對 當然不對啊 不對嘛 所以並不是中國的衛星去靠近 美國的太空站 是美國的衛星兩次的靠近 中國的太空站 那所以是美國去故意靠近 中國的太空站 威脅了中國太空人的安全 該不該被指責 該 同樣的道理 假設中國的衛星 大型衛星去靠近國際的太空站 兩次的靠近 而且會撞到 那會威脅到這個美國的太空人的安全 中國大陸該不該被指責 該 但是中國沒有做這個事嘛 是美國做這個事嘛 所以美國該不該被指責 該 那另外 那當美國人被指責以後 他就說 那你中國有打這個反衛星 你中國有打這個反衛星 所以你反過來指責中國 那人家現在在講的是 你的衛星去靠近人家太空站 然後該不該被指責 該被指責 結果你的華盛頓 不是 你的華爾街 或是你國防部卻說 華盛頓有吧 說你本身有去打這個反衛星 那當你去指責中國 去打這個衛星的時候 大家就去說 那你美國也沒有做這個事 發現有 而且比中國還早 而且還做的次數還比較多 這個時候大家就發現說 你美國人先去打衛星 打了兩次 中國才打了一次的衛星 你卻反過來指責中國大陸打衛星 你來指責中國大陸打衛星 大家就在問說 那中國大陸先打 還是你美國人先打 結果發現指責大陸打衛星的 美國人卻是先打衛星的 1959年就開始打了 對 那也就是說 你美國人先打衛星 而且打了兩次以上 你卻過來指責中國大陸打衛星 那這個大家聽了就聽不下去了嘛 那也就是說 當你美國從來沒有打衛星 而中國大陸去打衛星 你指責中國大陸打衛星 有理 可是你自己打了兩次 你卻後來說 中國大陸打衛星是不對的 那你就應該要先檢討自己說 哎呀 我過去有打了兩次 我不應該這樣打的啦 我過去是做錯了 我以後我不會再這樣做 我希望中國大陸也不要再這樣做 這個才有道理嘛 對啊 這個爭論不休 但是太空競賽的確開始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討論到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最近都有新的衛星技術 繼續討論 好 前進戰略高地 一樣提醒大家 到全球大世界的子頻來收看 我們剛才講到的衛星技術 或是說捕捉衛星技術 打衛星的技術 最近俄羅斯 也放出了一個消息 這是俄羅斯的媒體報導 說這個叫做S550防禦系統 之前講S400 S550 這是S550是什麼呢 他說 它這個防禦系統是絕對新型 而且無與倫比 能在數萬公里的高度打擊航空器 那就衛星也算是嘛 還有一個高超音速目標 他說這個已經結合了整套的系統 包括了低空 包括了高空防禦 包括了太空防禦 甚至我這邊要註解一下 其實在去年的11月份 就已經俄羅斯成功試射的導彈 摧毀一顆已經報廢的衛星 但我這邊要請教一下楊老師 我特別注意到 他說除了打衛星以外 他還講一個高超音速目標 俄羅斯在這時候放出這樣的訊息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在去年我記得下半年大家討論高超音速目標 說領先者是中國大陸 然後說美國還在追趕當中 可是俄羅斯放出這個消息 他會是針對中國大陸嗎 還是說針對美國的這所謂的高超音速飛彈 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談到的 就是說美國 尤其金融時報所講的這個新聞 指控應該是在7月份吧 7月 沒錯 中國大陸陸續幾次 就是試射這個超高音速的這個飛彈 但事實上俄羅斯自己本身這個超高音速飛彈系統 他也在發動 有這個發展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他不只在發展超高音速飛彈 他在攔截超高音速飛彈上面 S550現在也發展出來了 S400在中國大陸應該是2008年 還是2014年的時候 第一次跟俄國去購買他的這個太空 就是這個反飛彈的防禦系統 防空系統 到了2020年整個S400體系統 完全部署完成 但同時你看他又成功的 這個出售給土耳其和印度 因此呢 進一步就針對超高音速飛彈 以及就相關的這些防禦的設備 回到剛才提到就是說 賴老師跟這個羅斯裡面談到的 我覺得橫平一點講 美國其實責任真的是比較大 因為在冷戰時期 簽署的這些外 這個外太空條約 還有一個叫海洋法 美國後來沒有參與 但當中有一個叫做 深海海底底床 因為都把它視為 就人類共同遺產 也就是外太空 月球 火星 或者是說深海海床 都不是屬於個別單一 哪一個主權國家 你可以自己再去宣稱主權 或者是開發利益 同時你當然也不可以在外太空 去部署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這都美國當時主導的 在那個時候冷戰的這種 核無恐怖平衡的情況之下 可是你進入到90年代後的時候 必須要講 冷戰結束之後的前20年 美國的在太空科技 在這一些技術層面 是絕對獨一無二的主導 一直到2010年那個時候 他還能夠去吸引到 俄羅斯參與到國際太空戰的合作 對不對 但是當時拒絕中國的參與 所以後來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到今天有這個這樣子的 太空的這些活動 可是過去這10年就看到 在中俄之間在這個技術上 開始在就做太空的探測 或者是說這些武器 尤其是大氣層內的這些武器 像是這個超高音速飛彈這個發展 我覺得他也是因應 其實美國在過去 在冷戰結束之後的20年 絕對的科技主導之下 他沒有去延續冷戰時期的 那種態度 也就是說把這些領域 都要去繼續主導 是大家不要去再進一步的 把它給軍事化 可是他反而自己在本身 在做相關的這些軍事化的 這些作為 或者是軍民兩用的 同時在發展的 因此你這個時候回來 責怪別人 責怪別人你已經做過 去做你已經做過的事情 這個當然就不太合理了 而且必須要講美國不喜歡 只能講說有規則的 國際秩序嗎 你過去幾十年來 你可以定定國際規則 而且最早的國際規則是美國定的 但是當他技術這個遙遙領先的時候 他就不定規則了 因為他那個規則會限制自己 對不對 當他這個規則的 人家要跟上來說 他要定規則 所以現在說什麼把這個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又列為什麼 首要的太空假想敵這一件事情 一方面 這是一個防禦性的 也就是說一方面是要自我提升 一方面是要防禦就是他的這個 後來追上 但同時他也要建立新的這個規則 跟新的這些規範 但是你現在要去再強化 也就是說也許不是外太空 外太空之內的大星人之內的 這些衛星或者是太空的活動 怎麼樣再回到冷戰時期 那樣子的精神 我覺得其實就必須要一個 全球的這個合作 這也是一個軍控的層面 但是美國在這方面的這個 on control的這個軍控層面 他沒有真的 在過去沒有真的用心 因為他太領先了 當別人追上來說 他又要去再強調自己本身的提升 那別人這個競爭就會 就越來越激烈了 那別人競爭 看你領先的時候 他當然會挑一個 比較容易突破的領域嘛 對不對 能夠自我提升的這個領域 然後呢 這也某種程度是一種 不對稱的競爭嘛 因為我不可能全面跟你去競爭 所以呢你花了很多錢 做這個韋伯太空望遠鏡 那是很好的事情 對人類都很好的事情 但是這些國家 都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他可能就 就比如說像是超高音速飛彈 是 跟這個防禦體系 對 所以我是 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啦 也就是說大家其實真的是要針對 因為這個東西軍事競賽下去 會有一天會出狀況的 你假設如果今天這個空間站 還是哪個衛星真的碰撞發生問題 那這個可能就會一下變成 這個可能的進一步的軍事上的這個對峙 或者是緊張關係 所以除了那你每一個國家都對自己的技術 就是這麼的有把握嗎 我們看了太多的電影發覺到好像都不是如此對不對 所以某種程度 你要增加第一個軍事互信 軍事互信 這太空領域的這個軍事互信如何增加 這是一個大的考驗 第二個就是還是要制定一些共同的規則 但是呢 這不是你一個國家單一來制定的規則了 所以這些國家也都知道 遲到有一天大家要坐下來 要制定一個規則 但在那一天來臨之前 我要讓我的這個談判的籌碼先 這個強壯一點 我讓我的這個武器系統呢 領先一點 跟你坐下來談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不會處於 一直被你壓抑的這一方 大概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不過我覺得沒有規則 或沒有這種軍事互信的話 在這未來越來越激烈 尤其民間又喜歡插一腳 那種民間的灰色地帶 也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不能一天到晚 跑到聯合國去抱怨 那沒有人理你啊 民間的灰色地帶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制定一個 一致性的規則性的太空的規範 像這一件事情 那當然站在美方的立場來講 會不會你放出這樣的消息 是一個威脅呢 這打一個問號 因為南華早報報道了這個 最新的一款北京3號的小型衛星 他說只要42秒 就可以捕捉美國城市大小的影像 相較美國現在的Waterview 4的衛星 北京3號反應的時間 快到2到3倍 掃描地帶也達到了23公里 講這個可能不清楚 你看到這兩張圖 這個就是他衛星掃描的 這是一個學校的操場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這個 荊州勇士隊 他們現在的主場的球場 這個新的球場 你看都掃描一清二楚 他說在測試時 在舊金山的彎曲 3800平方公里的核心 深度掃描 然後呢 這個細部的我不講 就講說南華早報特別點到 可以識別街上的軍車 軍車上面載的什麼樣的武器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當然特別加了這一句 我看到包括了中國大陸 自己本身的媒體就說 南華早報幹嘛要點出來 好像影射說 這北京3號有軍事的用途 不過以RUS的 美國的心態來講 你現在的衛星 是不是也把我家看得一清二楚 他現在看的舊金山 未來就看到紐約了 我雖然我是紐約士長大 我看這次新聞 我不會以美國的心態來看 因為我住在台灣 目前住在台灣 所以如果他們 他們是用這個 有這個能力看美國 那他們的確 我說中國的確 正在看台灣對不對 所以或許我們 我們錄完節目的時候 我離開錄音朋友 我會網上看 會說個Hello給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一定在看台灣 我覺得台灣是要更 比美國還要更關心 接著新聞好不好 我今天天氣不好 對 看不清楚 但是你覺得 難道天氣不好 它就不行嗎 你在批評他們科技嗎 那你覺得真的 所謂的中國的商用 它這邊指的 我不曉得它指的是 商用跟軍用把它分開來 但它這邊的確報導是說 中國的這一顆衛星 已經跟美國對比一下 已經變得更好 更快 更清晰 因為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Busk還有Tesla 跟美國國防部合作 而且兩位說是不能分開了 那難道中國的民間企業 不能跟軍方分開嗎 也會有相對的質疑 怎麼可能 所以反過來 有人在講說 你不要擔心的是北京3號 你要擔心的是星鏈 它現在做的是通訊 未來這些星鏈打上去之後 你只要加裝了 所謂的影像的設備 那一樣他會把所有的地方都看光光 但是我覺得楊老師 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而且就是美國跟中國 俄羅斯在這個領域是很大的不同 美國的確在過去20年 就是冷戰結束之後 其實在這方面的研發的 不管是預算或興趣是比較 可以說是比較 behind 真的是落後中國跟俄羅斯 這個高潮因素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我有注意到最近幾個禮拜 在美國有越來越多新聞 就是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軍事專家 他們都已經開始有這個批評 其實他們不知道要批評誰 要批評先任總統或前任總統 或者歐巴馬或更早小布希 或最早Bill Clinton 因為Bill Clinton是在冷戰結束的時候 就是在Bill Clinton執政 所以我覺得將來幾個月 就會看到美國很多就是內部 互相罵說這是你的責任 你當初沒有好好的搏於算 或看這個議題 而且讓中國和俄羅斯領先 當然我從美國的形態的角度來看 當然希望美國會領先 楊老師剛剛有提到 只要是領先才會回到這個談判桌子 對 所以我對任何 不管是太空領域或核物等等的 國際這個武器空管這些條約 這些arms control的協定 我並不樂觀 因為可能是 不管是美國 俄羅斯 中國 他們都要強行 就是要科技研發 沒有人想被控制住 對 他們才會願意談判 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 其實我覺得不能完全責怪川普 雖然川普有推出一些這些協定 但是其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當然他身為美國總統 還是以美國的國防為考量 而且他覺得這些協定 過去的一些協定 其實沒有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他就說退出 但是不管是拜登或下一任總統 我想這個不分黨派 他們會覺得 其實目前回到談判桌 有什麼新的這些國際的arms control的協定 我覺得可能性真的不大 是 這個賴老師 有沒有這個北京三號 當然南華早報這一個最後的註解 讓大家有那種一種聯想 就是說你這個所謂的商用民用的 是不是會有軍用的用途在面 你怎麼看這個北京三號 軍民兩用的合作是一個趨勢 這個最早的時候從美國這邊發展出來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軍工複合體 那美國發展軍工複合體了以後 那麼很多國家都以美國作為一個學習的榜樣 之後我就看到了在歐洲像法國等 他們的國家像德國他們也都走軍民兩用 所以你會看到德國他們生產最好的汽車 他也生產最好的坦克 然後法國也是一樣 法國他們生產最好的這個民用飛機 他也生產最好的這個幻象戰機 這個事實上都中國大陸也走一樣的路 也就是說因為其實當初發展最成功的就是美國 他因為他軍民兩用技術合作的時候 軍方開發出來的技術像電腦 那麼就引用到民間來 民間更壯大了 技術更強了 再回流到軍方去 這個是一個目前來講 而且不會停止的 所以軍民兩用是一直不斷的在往前走的 那目前來講 大陸那邊他也發現 美國把太空事業民營化 有它的優勢在裡面 因為民營化 它本身在資金方面的獲得更充沛 對 然後他本身在人才的 的延攬這個方面 還有他本身更商用化的時候 他能夠產生更大的效果 另外一個剛剛永明有提到的 就是說有很多的灰色地帶 軍方不方便做的 民間可以做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因此 大陸也把太空事業也在民營化了 目前確實就在民營化 而且民營化目前來講 走的也還蠻順的 因為有美國這個案例可在那邊 因為美國的運作是成熟的 而且是有效的 所以很快的 我們就看到大陸也把它 引進到中國大陸裡面來 不過我覺得 永明剛剛提到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確實是在大陸發生了 因為當初美國發展最好的是 反導系統 它的反導系統 在過去超過俄羅斯 也就是從愛國者 一直到這個標準 標山就是海上的 一個是陸上的反導 艦上的反導 海基的跟陸基的 然後薩德系統等 發展的情況非常好的時候 中國大陸很清楚知道 如果它要發展反導系統 它趕不上美國 那怎麼辦 我就走另外一個地方 我去發展我的優勢 對 所以它就是要走這個 讓你攔不下來的武器 那也就是我速度要夠快 而且要快到你的武器 你的 因為我是一次性使用嘛 也就是說那種引擎 是一次性使用 它不是說像飛機的引擎 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它的衝壓系統 它的速度要很快 第二個它能夠變軌 然後第三個 它本身要讓你反應來不及等等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看中國大陸就集中力量在這裡 一二十年以後大陸在 超高音速的導彈裡面 就超越了美國跟俄羅斯 因為這個就是不對稱的概念之一 所以我覺得當它突破了以後 你看美國就願意回來談了 那同樣的道理 大陸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美國也一定會去思考 它要再突破的哪一個點 但是現在美國還是佔有 總體上的優勢 美國佔有總體上的優勢 其實是對美國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跟機會 說我們坐下來好好的 把這個做一個橫平原則 把規則把它定得更細 可是如果美國錯掉這個機會以後 美國就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科學家的總量 跟至少總量 比美國還大很多 然後數值跟美國一樣的情形下 總量大就贏你了 所以它只要有足夠的時間跟經費 我覺得在黑科系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超越美國一定是會發生的 只是說需要時間的問題而已 繼續我還是要請教賴教授 因為剛剛講到的是太空上的競爭 現在變到水底下海底下的競爭 因為前陣子我們都知道 美國這個海狼級的潛艦 說撞到了海底的山脈 出了狀況 現在美國美軍它有因應知道 它把這個5艘這個專門 探測水文資料的聲納測量船 都部署在日本排名不夠用 未來還打算要再多艦7艘 可能它可以速度更快 看得更廣 它性能更好的船 在中國周邊的海域做水文的調查 當然它會說 它是要保護自己潛艦的安全 可是對中國來說 你就是針對我來的 你說調查水文之外 你會不會調查我的活動呢 會不會調查我各種範圍 未來在南海上 剛才我們講太空上就有衝突 南海沒有太空那麼大 會不會因為這些船有意無意的 又造成了更多衝突的風險 當然有可能 因為美國這次撞山 在水底下撞山的這個錯誤 是低級的錯誤 坦白說是非常非常低級的錯誤 所以它的艦長會被拔掉 它的一些軍官會被拔掉 最主要就是 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那這個有很多種因素組成的 第一個就是 當初相當有可能就是說 美國對於在南海這個海域 它的水文資料的掌握 不夠不夠落實或是不夠完整 所以等於是我的地圖已經 不是一個新的地圖 不是更新版的地圖 那不是更新版的地圖的情形下 例如說本來 覺得這樣子航行是應該沒有問題 例如說在水深多少 然後在哪個地方航行 應該沒有問題 因此很有可能它的艦長跟聲納官 他們本身在航行的過程中 沒有保持高度的一個警戒 所以怎麼會去撞山呢 因為這個撞擊力實在是太強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 要再重新的建立水文資料 這個對美國人來講 這個其實是最有價值的情報 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這樣做 只是重點在於 你有沒有能力這樣做 目前美國在海軍 在水下的活動 這個能力在全世界 它還是保持絕對的領先 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還跟不上 所以中國大陸要跟上美國的 對於水底下的 不管是聲納 探測 水文資料建構 然後水下地形圖 還有這個聲納 靜音 潛艦 核動力潛艦等 所有的作戰系統 要發展到美國這麼一個水平 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你想要這樣做 你還必須要有能力這樣做 那目前來講 美國是有能力可以這樣做 那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你看它的水面艦 造的數量夠快 夠大 然後因為中國大陸 這方面的能力比美國強 但是水底下的能力 美國是比較強 所以中國大陸要發展到水底下的能力 那當它發展了水底下的潛艦 越多的時候 它的這個聲納 水文探測船 還有這個科學船 它需求量就會很大 所以如果有一天各位發現 中國大陸的科學船一直在製造 而且數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知道中國大陸的潛艦 絕對是突破了 因為它要進行全球的 這個水文資料的獲取跟偵測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對 剛剛賴教授有講到 中國大陸現在潛艦的能力 其實就說句公道話 還比不上美國 因為它目前可能在水底下發展 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潛艦可能會成為中國大陸 人家講說潛艦版的一帶一路嗎 因為最近有一個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的海軍新聞網報導說 有一艘中方的潛艦 12月20號進入了馬六甲海峽 航向運渡洋的時候 引發各界的推測 然後最後它是到了緬甸的仰光河之際 也就是說這個交易 在完成交貨之後 大概全球或是大家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其實是一個 中國大陸比較是 算是老是比較名級的潛艦 但是就有人在講說 要賣這個潛艦 不是單一說 為什麼突然賣給緬甸潛艦 它之前過去 包括了在孟加拉 然後包括了在泰國 包括了在巴基斯坦 中國大陸其實都有出售過 就等級不一的潛艦 有原級的也有名級的 當然都不是現在 他們的主力的潛艦 但是有人在講說 去供應這些潛艦 代表說另外一種 跟經貿不同的關係 那更加有戰略的意義 那各家彼此之間 要合作的會更加緊密 也有人拿說跟那個 美國 英國 澳洲的AUKUS來比較 那我不知道央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 所謂的潛艦一帶一路嗎 跟AUKUS說的是 潛艦一帶一路 我覺得那個真的講得比較遠 大概要想一個很好的標題 把它給框住 但是回到剛才講到 美國在就是 西太平洋的整個水文資料的探測 因為這個康乃迪克號 它這種痛定失痛 但是呢 我覺得 你就不得不去承認 它有強大的資源 對 以及在水面下的這一些 不管是潛艦還是 這些探測的 各個方面的能力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 那你面對這麼強大的 這樣子來 到你家門口來做 整個相關的水文資料 海底定型地貌的這個探測 其實 你當然要去思考 如何去平衡 如何去走出 這種對抗 那 我還記得其實在 一二零 零八年到 一二年之間 有一個叫做聯合國 這個大陸交成 外側探勘委員會開會 大陸交成外側 意思就是說 兩百海里以外 如果你還可以主張 這個大陸交成的話 或者是大陸駕 你就必須要提出 相關的地底的這種水文資料 跟就是說這些探測的 科學的數據 到這個聯合國裡面 來去主張 如果沒有國家提出反對 那這個委員會呢 會檢視說你的資料正不正確 但他不會去同意 你會不會擁有 因為那是國家主權的主張 可是某種程度 就代表著他沒有 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這種延伸 你的這個大陸交成的 這個主權的權利 但如果有別的國家 主權反對的 主權跟他反對的時候 就會產生爭議 我們那個時候為了 這個事情 我們派了 台灣派了好多次 就是海撤船 海洋大學的 還有我們那時候 已經出世的那個 海撤一號 海撤二號 海撤三號 到釣魚台附近的水域 然後那碰到許多的 日本的就是這個 海上保釀廳 他拒絕了你到這邊來 你為什麼把東西 丟到水裡面 然後等個半個鐘頭 把它拿上來這樣子 你是要探測了解 不同的水下的這個 它的溫度啊 組成啊等等之類 很多的因素在這裡面 美國的這個能力已經 深刻到 就是說它可以到你家面前 然後呢 在這個康乃迪赫號之後 我覺得它會掌握這些東西 它會掌握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滴一屑屑會是將來 如果中美之間 有軍事上的那種 可能的衝突的話 在水面下的這種衝突啊 可能會非常的激烈的 那我覺得 我相信這一定是 解放軍海軍 現在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至於說這個 中國大陸的潛艦出售 是不止潛艦 它現在最近針對泰國的武器 以及出售給馬來西亞的 那個巡岸艦 出售給印尼的非雷達系統 那個是在17年18年 陸續都有 還記不記得去年那個SIPLI 也就是瑞典的 四個都有我們的 世界和平中心 它就有一個各國軍火的 這個排行榜有沒有 大陸把它排第二 對中國大陸只有五家 民間軍火公司 結果排第二 因為它總共大概有 13%的這個就是銷售量 美國大概有 有將近50家 大概佔全部的54% OK 所以 所以 可是中國大陸這幾家 你看到它說 它陸陸續續已經 也開啟了就是這些 世界軍火 當然異軍突起的是韓國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不會有人點名說 因為它的地緣看起來 都在所謂的東南亞一帶 然後那它跟這些國家 不管人員訓練 後勤維修 對 沒有錯 軍事武器的這個出售 軍備的出售 背後還有這個後勤 還有這個訓練 還有這些 這個領族艦之類 所以事實上 是很複雜的一個體系 那因此美國才會對於 你看像是土耳其 或者是印度去買S-400 會對這兩個國家予以制裁嗎 老早在90年代的時候 美國就制裁解放軍 因為解放軍開始就購買大幅的 像是米凱 蘇格235或者是說S-400這個 就是反飛彈體系 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商務部會把許多公司 現在大概超過600家 列為實體清單 或者是跟解放軍有關的 都是因為解放軍從90年代開始 在大量的購買俄羅斯的這個武器 因為美國在法治上 其實是把俄羅斯視為敵國 但不是把中國視為敵國 所以它的這個法治的這個邏輯 是這樣子來的 因此你現在看解放軍 或者是中國的這些軍火公司 跟這些國家 第一個跟這些國家之間的 雙邊關係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顯現出呢 其實跟東南亞不只是緬甸 因為我們新聞上只有緬甸 但我剛剛補充您有提到 泰國 印尼 馬來西亞 當然這些國家也有跟美國 也有跟韓國購買 甚至已經開始也跟日本購買 表示說其實在就是說 武器跟安全的這一塊 中國大陸其實對於東南亞的 這種就是雙邊到多邊的 這種參與跟介入 其實也越來越深刻 是 我們剛才在講到說 現在中國的造艦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強 而且做這個船艦速度非常快 我這邊還講到這個是 這個解放軍 075型的兩棲攻擊艦 第一艘當然就是 第一艘是海南號 第二艘現在是廣西號也成軍了 廣西號大家會比較關注的焦點 就是說有人說 它可能就是針對台海之間 來做一個用途 就是說因為它是大型的兩棲攻擊艦 它可以掌握到所謂的空優 這是一件事情 我要請到Russ是說 當大家覺得說我們都關注在航母的時候 人家講說航母其實不是在對台海的 它可能是主角 類似像美軍或是其他的援軍 來幫忙支援的 而在台海就可能是這種大型的兩棲攻擊艦 那我注意到今天蔡總統在元旦的時候 她也發表談話 就對岸談話 就是說 武力不是這麼解決的方法 兩岸還是要和平來討 坐下來談 但似乎也是老調重談 對這種相關的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不管是台灣或美國 必須在海軍方面加強投資造船 但是你剛剛說的對 而且這個是引起很多美國專家的concern 因為美國造船的能力真的是 真的不如中國那麼好 不管是quality或環節性 數值速度 對 中國已經是領先美國 所以當然這個是令很多美國專家 海軍方面的專家很擔心 其實美國剛剛有透過國防預算 有波動一點 但是其實不夠多 而且美國海軍還是忙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是把全部的focus在太平洋或台海 或日本 日本 頂魚台等等地區 其實在非洲或中東還是有部署 美國也不是完全撤退中東地區 現在烏克蘭俄羅斯的戰爭的可能性很大 美國在歐洲還是要有所謂的海軍 空軍 陸軍的部署 而且美國海軍另外一個最近出現一些問題 比如 不過有疫情 還有一些就是什麼 種族啟示訓練 甚至前幾天有一個 被在San Diego 某一個軍艦 舰長被fire掉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處理好一個行騷擾的案件 軍紀上面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美國海軍是忙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令很多專家很擔心 他已經是沒有focus 好好focus在該focus的東西 而且很多專家覺得該focus 那就是中國 台海的問題 所以連南海議題我發現 在最近幾個月其實在美國很少出現 南海議題都很少出現 很少出現 我不知道是因為當初拜登在準備 跟習近平有持續會議或其他因素 但是其實我覺得南海議題最近幾個月 很少在美國新聞出現了 是 這個 但是我另外請到賴教授 剛剛其實Ross都講到說 現在解放軍造艦的速值或是速度 其實都遠遠超過美國 我在看到一個例子 南華早報講的 說滬東中華造船廠下水了三艘軍艦 其中一艘是大陸海軍的054型的巡防艦 第二個是巴基斯坦海軍使用的054AP型的巡防艦 再來是賣給泰國海軍的0711綜合登陸艦 我聽到這是三種不同的艦 三個國家 當然在同一周下水 所以說除了賣舊的潛艦去可能各國 人家講說一帶一路之外 他們造艦能力 這顯示他們整個管理工業的能力 在經過這些年來 長足的進步蠻多的 對 中國大陸對於這些造艦 尤其造大型艦 它的技術跟它的工序 我覺得掌握的已經很精準了 它不管是直接的我們講的電腦切割 然後各個不同的部分來進行組裝 因為它當初在探索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一直累積經驗的 他們當初在探索這個遼寧號航母 以及未來的山東艦 到底要怎麼建造的時候 傳統的一個做法 通常都是在船屋那邊打造 我們看到一般來講都是在那邊打造 可是你都只在船屋那邊打造的話 它基本上 你就受到這個空間的一個限制 那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他們必須要解決時間的問題 因為他們要儘快的要出來 那儘快的要出來該怎麼辦 那就必須要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省份 然後不同的地理位置的條件 要能夠製造這個大型的軍艦的一個 一部分一部分 然後到最後進行組裝 那當你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圖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你的整個結構 那當然是中央的 可是你之後的切割跟精準性 跟所有零料件的標準 跟它的這個標準化的緊密度 都必須要符合標準 都要符合規格 因此你想想看 當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我所瞭解的在內陸的很多省份 它本身就開始在打造 內陸造船 對 內陸造船 然後最後再運到這個船屋 開始進行組裝 所以當美國人每一次在這個偵察衛星 在船屋上看到這些艦的時候 他都會很驚訝了 就是沒有多久時間他就下水了 所以他等於是在做最後的一個模組的一個 組裝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由於當初在造大型艦的時候發展出來 累積出來的突破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後來他們就應用在很多的大型的船艦上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會看到說 怎麼上海造船廠 長新造船廠 還有大陸的幾個大型的造船廠 他們造船的速度都是這麼的快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就是你會發現他們的這個工廠 就是船屋的工廠都是規模都是非常的巨大 而且他們本身建的廠房 例如說避免被偵察衛星 被所偵察出來的話 他們本身在密閉空間裡面的建造 它本身的那個廠房之大 都超出我們一般在台灣 這個小島我們所能夠想像的那個空間 所以說現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的話 如果造船速度之快 因為現在整體美軍的海軍的實力 當然還是優於大陸 那未來這個造船的速度 會影響到整個兩邊的軍力的 整個再平衡嗎 目前我們的評估是這樣子 美國的總頓數比大陸還大 那美國的總頓數大 最主要的跟它的航母有關 因為美國有11艘航母 每一艘航母大概在10萬噸左右 而中國大陸目前是兩艘航母 兩艘航母都還不到10萬噸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說 那中國大陸是新造出來的艦 它的數量大於美國的數量 也就是導彈驅逐艦 導彈護衛艦 巡洋艦 還有補給艦 這些各類型的水面的戰艦 它本身的數量 比美國的戰艦的數量還大 但是航母比美國的數量少 那航母打造的時間 一般來講要四年左右到五年 那你四年到五年打造出來之後 你本身這個下水 吸裝 吸裝就是說 我這個水船空盒子下水了 測試沒問題 然後我要開始把武器裝備裝上去了 那叫吸裝 那通常在船屋開始進行吸裝 所以要一到兩年的時間 那這一兩年完成了以後 你再把人員都上去 然後開始做海上的這種訓練 也要一兩年才能夠形成戰鬥力 那中國大陸怎麼縮短這個時間呢 它縮短時間的方法就是 我在打造這一艘航母的時候 我的航母上的人員的編制已經形成了 然後已經開始進行 航母的地面上的一些訓練 例如說它的科學原理的講授等等 等到都完成了以後直接上去 然後就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的飛行員 為什麼馬上就能夠起飛 因為他們當初都是在地面上 開始進行起降的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每一個教官當他把這些 他做完了一個動作以後 就寫成一個準則 那他未來的後面的學弟們 他們在學習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掃走很多願望路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美國的壓力很大 剛剛Ross講的沒有錯 美國的海軍他們現在的壓力很大 就是因為 當他們跟中國大陸的海軍的 建造能力的比較 跟中國大陸的人口數的多 所以中國大陸的海軍的兵員 是源源不絕的供應 那美國採用募兵制 他的兵員的供應的限制性跟壓力 就很大 因此美國的軍費雖然很高 可是他的人事行政作業維持費 海外居地的這些作業維持費的開銷 吃掉他很大的軍事預算 因此他能夠用在造舰的 跟研究發展的軍事預算 這個部分就被制約住了 而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裡面 反而空間是比較大 目前來講大陸只要突破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航母 然後另外一個那就是潛艦 特別是核動力潛艦 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一突破的話 美國要在海上保持優勢的地位 可能就會開始有壓力了 因為中國大陸在這兩個部分 一旦大型的大的突破的時候 很快的就會追上 跟美國就並駕齊驅 所以